社會有些人似乎犯什麽法 做了什麽都好 我們都好像有個安全罩罩著他 會不會是因為他是傳媒大亨 例如黎智英這些 做什麽都不拘捕他 都不告他 我們之前剛才也有演員曾經提過 他涉嫌恐嚇東方日報的記者 有片有圖有真相 但是拖了十九個月現在都還未檢控 很多市民都會質疑 究竟香港司法是否還是公平公正 律政司理是否講一套做一套 事實香港是否還有法治的呢 是否傳媒大亨拿著報紙拿著媒體 做什麽都可以說什麽都可以 恐嚇記者都可以 我們絕對是一事同仁 按證據按法律按檢控守則 去作出我們的檢控決定 無論這一個人是傳媒大亨 它是什麽社會地位 我們是不會理會它的背景 而有所畏懼 我們是絕對一事同仁 無畏無懼地作出決定 律政司說就是這樣說 但是事實行動 我們看不到有怎麽公平公正 怎麽無畏無懼 律政司我想問你 如果有個人在你面前 用手指插著你 和你說我什麽你 就是媽媽 然後又說 我差點講了粗口 是不是 我實會找人搞你 我拍了你的相片 你覺不覺得這個是刑事恐嚇 市長 簡單 おまけ 梁瀋普議員 這個題目 都不方便 這個題目 這個題目 能夠作為直接、簡單回應 感谢观看